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它说同温同压下 若10毫升的甲烷分子有X个原子 那多少毫升的氮气也有X个原子 好 这一题呢 我看到同温同压 又在问气体分子和体积之间的关系 所以呢 我会想到亚佛加决定律 所以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什么是亚佛加决定律吧 亚佛加决定律就在讲对气体而言同温同压 这边也有同温同压 然后气体的体积比会跟气体的分子末数比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气体体积跟气体分子末数会呈现正比的状况 好 这个就是亚佛加决定律 所以写成数学关系式的话就是 V1比V2会等于N1比N2 那但是呢 今天它给我的说 10毫升的甲烷含有X个原子 它不是给我分子 它是给我原子 哇 那原子跟分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甲烷的长相长得像这个样子 如果这个是碳 那这个小小的 比较小的 空心的 这个就是氢 好 这是碳 这是氢 这碳原子跟氢原子 所以一个甲烷分子里面有一个碳原子跟四个氢原子 所以一个甲烷分子里面总共有五个原子 好 一个甲烷分子里面有五个原子 那相对于甲烷它另外一个要求的是氮气 氮气是两个氮原子所组成的 所以两个氮原子 组成一个氮气 所以每一个氮气都有两个原子 所以今天我们来假设一个情况 假设我现在原子总数 原子总数 有100个原子好了 如果这边有100个原子 100个原子 不管是氮气还是甲烷都是100个原子 那100个原子可以组成多少个甲烷分子呢 所以分子个数就会是 如果原子总数是100 假烷每五个会组成一个CH4的分子 那氮气每两个原子可以组成一个N2的分子 所以分子的个数就会是 如果是假烷的话就是100除以5 那相对于假烷氮气100个原子的话 它可以组成的分子个数就会是100除以2 所以这个就会是20 这个就会是50 所以它们的比例就会是2比5 好 那今天它告诉我它有X个 X个原子 所以如果今天这边有X个原子 原子总数是X个 那它今天也希望氮气也有X个原子 所以它们的分子个数就是X除以5 然后氮气就是X除以2 所以我知道这个分子个数才能去比 所以雅佛家具定律告诉我说 V1比V2会等于N1比N2 这个N是指分子个数哦 所以是要用这边的带进去 所以我们把它带进去 10毫升的假烷 然后我现在这个氮气要多少体积 然后它的木耳数分子的木耳数 假烷是X除以5 然后氮气会是X除以2 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藉由简单的运算算出来 5分之V会等于5 所以这个氮气的体积要有X个原子的话 这个氮气必须要有25 但会是毫升 所以这体的答案是25毫升C选项 1比9 5 6 6 1比6